話說前陣子最大的TV Game八卦 就是小島秀夫出走的消息啦 不過不只潛龍典影出走 KONAMI旗下的招牌之一 惡魔城系列製作人 武士蘭肖思也在去年跑掉啦 不過有在發露的玩家們應該都知道 武士蘭離開之後 開啟了募資遊戲的重開活動 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就讓我們一起來瞧瞧吧 在電玩界被轟到體無完膚的KONAMI 其實不僅用潛龍典影的小島秀夫出走 旗下大作惡魔城系列作的製作人 武士蘭肖思也在2014年3月離開KONAMI 另組織了開發工作室ARTWAY 發表了帶有惡魔城續作精神的 寫咒之誠暗言儀式 屌打原動家KONAMI 你好 這是鷹嵐肖子 大家也會知道我現在所作的名字 多少個都知道嗎 《武士蘭肖思》原為KONAMI旗下的 遊戲程序開發者 在1997年大獲成功的《惡魔城X》 《月下夜祥》曲中擔任助理總監 取得了百萬銷量 從此武士蘭肖思聲名鶴起 更使他成為了惡魔城系列後續作品的主要製作人 他的英文暱稱為IGA 因此惡魔城系列遊戲被玩家稱之為IgVania 值得就是武士蘭風格的惡魔城 在他離開KONAMI後 玩家們一度認為 武士蘭風格的惡魔城就此絕想 不過就在今年的2015年5月12日 《武士蘭肖思》所組的ArtPlay 透過Kickstarter發起了新作 《血舟之城 暗夜儀式》的募資活動 本作《血舟之城 暗夜儀式》 是以18世紀末 煉金術的科學世界觀為背景 玩家將扮演少女米莉安 對抗地獄城堡的惡魔召喚師吉貝爾 本作雖不叫惡魔城 但無疑是款關上惡魔城的精神之作 一樣由武士蘭肖思擔任總監 並與惡魔城系列配樂作曲家 山根密切路 及洛克人ZERO系列配樂作曲家 山田義法擔任音效與配樂作曲 玩法上也將具備惡魔城系列 操作與地圖探索等玩法 並且還有魔法練成與武器鍛造等新系統 可惜的是惡魔城系列的老班底畫家 小島文美未能參與製作 不然這部作品就真的打口那米臉 打到連媽媽都認不出來了 由於惡魔城所帶來的人氣與期待 寫舊之城安夜儀式 原本設定的目標是在31天內 達成50萬美元的門檻 這個門檻在募資發起後 短短數小時就立馬達成 可見玩家對惡魔城的期待 與支持的程度 而製作團隊也將會以募資的程度 發更多的遊戲要素與平台 總機額在截止日 共目視到5545992美元 約合新台幣1億7000多萬元 整整比原地目標多出了11倍 並確定將跨足PC、Mac、Steam、PS4、Xbox One、WiiU、PS Vita等平台 兩門卡最高的頭目復仇模式 Boss Revenge Mode也如願到達 玩家似乎可以操作頭目角色進行遊戲 讓被達到的頭目有機會可以復仇 而老班底畫家、小島文美 最終也加入製作珍藏版的包裝封套繪製 另外太空戰士系列標題美術設計 天眼喜笑也將擔任海報繪製 簡直是超級豪華陣容 目前寫舊之城暗夜儀式的幕款活動已經高一段落 遊戲預計將於2017年5月推出 而這一次的募資事件 發出知名製作人出走的新里程碑 也對遊戲製作生態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究竟玩家們所期待的續作 是否滿足玩家們的期待呢 就讓我們一起拭目以待吧